車子 車子 拉響警笛 警方追的是前方這部機車 騎車的女生穿著高職制服 飆得飛快就是不肯停 明知道警方在追 女學生又連闖好幾個紅燈 完全不顧性命 最後追到巷子裡 撞上追他的警車摔倒在地 女學生被壓制 但事情還沒完 他惡人先告狀 對著圓警猛嗆聲 護女心切 所以他還不清楚狀況的時候 先對警方有所指責 認為警方一直在追著他女兒 然後可能會造成他女兒的意外 女學生站起來後 先對圓警開嗆 說你不要碰我 接著更是call out給媽媽求救 媽媽一來炮火四射 說無照駕駛開單就好 追我女兒幹嘛 女兒死了你陪得起嗎 媽媽還帶來明代幫忙說情 但顛倒黑白亂嗆聲 讓警方傻眼 旁邊民眾更是不敢置信 顧女心切吧 就會幾張說我女兒是犯什麼 說為什麼你要這樣拉我女兒這樣 目擊民眾拍下照片 PO上了臉書 不少網友看了 分分不平 認為這種家長把女兒養成媽寶 有錯在先還敢罵人 最後是再回警局 講清楚事情經過 媽媽才道歉 只是警方追車 其實也是冒著生命危險 執法還要被標罵 實在難為 記者莊全程 SN小組高雄報導 對 美鳳姐 有重心 有頂 有頂